三种大家平时很少见到的根 入药后却是糖尿病患者家中 必备的调理佳品 用对了可以预防糖尿病肾病 养生糖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今天节目第一开始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 我们都知道中草药 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 有的中药是全身都是宝 什么根 茎 叶 汁 花 全身都可以入药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中药饮片 就是已经炮制好 晒干的或者切成了一片一片 我们很少会知道 它野生的时候在地里很新鲜的 充满汁水的状态是什么样 今天我就要给大家推荐 三种根类的中草药 据说它们在中医药的药点当中 都是大有来头的 而且用好这个三根可以防糖肾 先给大家看看这个三根分别是什么 没有告诉大家它们的学名 告诉的都是它们比较奇怪的名字 比如说第一个叫做顺江龙 有人听说过吗 来 顺江龙就长这样 我觉得特别像葱白 但是葱白稍微晒干了一点 有点脆劲 有人认识它吗 知道这是什么吗 来 叔 您说 这个叫仙卢根 仙卢根 您认识它呀 您怎么会对它那么了解 因为我爷爷就是佟生堂的 所以家传是中药世家 对 对 对 知道这个 那您小时候长大的环境当中 是不是周围全是中草药 对 对 对 好 那叔 你等一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仙卢根 但是我觉得您讲得很有道理 那我们再来看看二号根 这个字您认得吗 它是不是野田马根呢 刮楼根 刮楼根 你知道刮楼根是什么吗 长得深着呢这个 长得像深一样 我跟你讲 我们来看大屏幕 我给你看一个 我见过的最大的挂楼根 我第一眼看到它 我觉得像人参宝宝 而且比成年人的个头还要大 叔叔 这还跟您印象当中的 那个挂楼根 大小一样吗 好像有点疑惑了 叔叔 我从小在药铺里长大 我还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 是什么 一会我们请专家揭晓答案 再看三号根 大当门根 是不是野田麻根呢 我头一会见到这样的东西 这是野田麻吗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它有降糖的作用 降糖 大家记得我们今天说的 这三个特别的根类中药材 都可以用来预防糖肾 您讲如果它有降糖的功效 如果我们把血糖控制得更加的平稳 那我们当然不容易得并发症 是不是也就是预防糖肾了呢 到底叔叔说的对不对 到底三类根类的中草药是什么 让生活当中我们怎么用它 来预防糖肾的发生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 今天做客养生糖的专家 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 南院区原综合内科主任 肾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 欢迎海燕主任 主任您好 您好 主任好 您好 首先跟海燕主任请教一下 因为刚才那三种根类 说实话我在养生糖这么多年 尤其是这样的先品很少见到 它是比较特殊的根类的药材 还是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是家里还是药店 相对来说比较好购买 比较容易买得到的呢 这三类这个根类的中药 它都是我们特别常用的 在座的观众可能 家里可能都有这么一两种药 贵吗 不贵 雾美家里应该说是 太好了 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太多了 我们最怕的就是病发症 对对对 包括糖肾的发生 所以如果家中常备 我们通过一会儿 海燕主任教我们的方法 可以预防糖肾这样病发症的发生 可以让我们糖尿病患者的 生活质量更好一点 对对对 为什么我们这三种药材 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预防糖肾的发生呢 海燕主任给大家准备了 一个特别形象的道具 这是一个小小的分岔路后 怎么还有个幕后推手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 比如说把糖尿病比作 是一条路 对吧 你看糖尿病患者呢 他是按着这个主路 应该在行走 对吧 但是你看那儿 有一个幕后推手 那么他就推着 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 放哪儿走了呢 往糖尿病肾病 这个岔路口去走了 如果我们把幕后推手 给他消灭掉 那么我们糖尿病患者 他只是糖尿病 他就不会走到 糖尿病肾病这条路了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三个根类的药呢 它呢就是使糖尿病发展成糖尿病肾病的 这个幕后推手的一个克星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关于幕后推手的事 糖尿病对于很多的血糖控制的不好的患者来说 对 可能我们累积到一定的时长 慢慢地就会从这条直道走到了一个分岔路口 是的 有可能在这个幕后推手推你一把 对对对 是 你就走到了糖尘的这条不归路上 那这个幕后推手是在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身上都有吗 有比例吗 他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他比例相当高 大概 那么我们就是统计呢 大概有70%的患者都会有这个幕后推手 7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有幕后推手 那也就是说那70%的糖尿病患者 如果把幕后推手给他拿走 把他问题解决了 我们就不会得糖肾 肯定会大大的减少糖尿病肾病的发生 这个是在糖尿病的初期就要小心的 还是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个推手出现的呢 实际上在我们糖尿病刚刚发生的时候 他既已经有就存在了 先跟大家明确一点 并不是确诊糖尿病的那一天 就是我们得糖尿病的那一天 很多的人呢 是因为血糖波动了很多年 出现了症状才发现的 也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得糖尿病的那一天开始 甚至之前 幕后推手就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出现了 所以为了让大家先看看我们体内有没有这个 我建议现场的观众呢 都跟我一起来做一个自测题 这个自测题呢是海燕主任带来的 看看我们体呢 这个幕后推手的情况如何 我们来看大屏幕 糖尤自测 请问你身上有糖肾的幕后推手吗 还有不同的得分 首先口干烟造加一分 口渴饮加一分 这俩有什么区别啊 海燕主任 这是一个程度的不同吗 可以说是程度的不同 它都是因为有这个幕后推手导致的 然后就出现了口舌干燥 甚至严重的话鼻腔都是干的 然后就想喝水 而且这个喝水呢 就是喝很多水也不解渴 另外呢就是像下边的多食一击 心烦造热大便干节 这些全都是幕后推手的表现 每个都给它了这个分值 如果你分值越多 那么就说明你得糖尿病 肾病的风险就越大 那么让大家呢 可以对照这个呢 自己自测一下 看你自己有几项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自测呢 一个是知道你有没有幕后推手 那么还有呢 就是大致能够推测出 你这个幕后推手 在你是体内的哪个部位 我们现在给大家测一测 可以可以 现场我们每个人都有啊 尤其是自己或者家里 有人是糖尿病患者的 我们来测一测 症状口干烟灶 口渴欲 多食一击 心烦灶热和大便干燥 分数可以累加的 来问问现场的观众 有五分的吗 三分的 我三分的 我那叔叔也三分 您是哪三分啊 我就前面那三分 口干烟灶 对 口渴欲 多食一击 您是糖尿病患者吗 我是刚刚有一点点 刚刚怎么讲这个一点点 就是前期吧 已经发现血糖波动了 对就有这三种现象 您的血糖值现在是多少呀 早晨是七点多 空腹 吃完饭十点多 我们先请安主任明确一下 叔叔这个算糖前期吗 不是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呢 是这样的 就是两次非同日的 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 或者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1.1 您就可以诊断糖尿病 还有一种呢 就是您有口干口渴这些症状 那么有一次 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毫无每升 那么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 因此呢 您已经不是前期了 我这已经算了 已经算了 已经是糖尿病了 而且你看叔叔得了三分 前三条都符合 对对对 我们如果大家自己在家做这个自测题 得了几分以上 就可能身上已经有糖尿病肾病的 幕后推手了 如果您是糖尿病的患者 那么你持续存在这个 其实任何一种 你都是有这个糖尿病肾病风险 要增加的 所以你有任何的症状 都要引起重视 提早的把你这个问题解决掉 然后也就是说 把我们这个幕后推手呢 给它消灭掉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预防糖尿病肾病发生 或者呢延迟糖尿病肾病发生 所以安主任 您的意思是得一分 其实体内就已经有幕后推手了 对 应该这么讲 那像叔叔这样 有三分 就说明这个幕后推手 已经不是最一开始的阶段了 可能他已经在体内 行凶作恶了一段时间了 对 其实我们说这个幕后推手 他并不是说 你快得糖尿病肾病的时候才出现的 他实际上从你刚一得糖尿病 可能就已经有很多患者 就存在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 你尽快解决呢 那他就不会让你往那个岔路口去走了 好想知道幕后推手是什么呀 叔叔你能想到吗 作为中药试驾 平常那个要多运动 管住嘴 迈开腿 您的意思就是那个推手 是吃得太多了不运动是吧 我打开看看 叔叔说跟运动太少 跟吃得太多有关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叫什么呢 热血 对 那我们糖尿病患者背后的 70%的糖尿病患者 体内都因为有热血这个幕后推手 所以会得糖肾 对 那安主任 我记得我们说糖尿病的症型 消可症 有的时候都说体内什么阴虚内热嘛 原因病因不就是应该跟热血相关吗 怎么 它又变成幕后推手 是这样啊 糖尿病属于中医里边的 这个消可的范畴 那么糖尿病肾病呢 它就属于消可的一个变重 因为我们说啊 这个古籍中没有关于糖尿病肾病的记载 它只有关于糖尿病 关于消可的记载 对吧 那么消可呢 它就是因虚为本 燥热为标 它实际上在我们现代的啊 我们的同行 那么认为糖尿病肾病的早期 它其实跟糖尿病 它本身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差别 它并没有这个 跟肾病相关的一些症状 实际上它还是热血在作怪 还继续存在体内 对 它是热血导致的阴虚 而不是阴虚导致了热 所以我们就强调 热血导致了糖尿病肾病 著名的一家 朱丹西在《丹西心法》里边也说了 就要热浮于下 肾虚受之 这些说的是什么 就是热血长期浮于下胶 就导致肾的气阴窥虚 那么就会出现肾虚的表现 腰酸腿疼啊 关节疼啊 另外呢 我们知道肾呢 是足骨生髓的 那么它肾虚了 那就是经走随空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然后肾体呢 就会饮水渍就要喝水 但是这时候 它喝水的并不是很多 可是呢 它很快就会小便 那就是小便贫多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肾虚了 肾脏的固射 疯藏的能力就会下降 那么肾不能射水 不能固射精微物质 这时候呢 就会小便 多而浊 而且呢 会出现有泡沫啊 现在检查的就是 出现了微量白带白尿了 那么它后边说 病鼠下胶 这个未知消肾 那么从这段话就说明 那么我们古人呢 他也是认为消肾 那么它是由于热导致的 那么就说明 这个热血 是导致糖尿病肾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大体上听明白了 就是对于消肾症 也就是糖尿病的病因 就跟阴熏内热有关 也就是糖尿病患者 大多人体内都有这个热血 如果我们早期呢 我们发现的早 比如说我们通过中药的条理 再通过正常的西医的 这个降糖药的服用 让我们的血糖控制的平稳 可能我们的热血 能够控制住 不让它进一步发展 甚至可以把它降下来 是的 但是如果比如说像 我们叔叔 已经可以确诊糖尿病了 那并没有用药的话 我们的热血还在进一步发展 对对对 当然我们就会走上这个 被幕后推手推上的这条 对 糖尿病顺病 糖尿病这条路 明白了 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 逐渐严重的过程 对 也就是我们出现不同的症状 有可能是热血 在我们的体内的不同位置 对对对 叔叔我拜托您上来 跟我做个小游戏好不好 叔叔 主要叔叔对于中药有一些了解 我就老想请叔叔 接下来我们请王叔叔 一起来看脚下 我们会出现我们人体的结构图 我手中有五团火 我们首先来说口渴欲饮 口渴想喝水 这就是您其中的一个症状 您觉得那个热血热在哪 心肝脾肺肾 那就是肾嘛 就已经到肾了 那您放在肾 那您放哪 为什么呀 您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晚上就是睡觉睡着睡 就会咳醒了 会咳醒 就得喝两口 然后再继续睡 明白 小便浑浊 就是有泡沫鸟 您觉得热血在哪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统 好的 咳饮不止 就是口渴一直想喝水 而根本停不下来 还是在肾 肾附近 就更厉害了 是吧 懂了 口干烟灶 这有点干燥 但是还没有程度那么高 口干烟灶 放在喉咙这儿了 这是为啥 口渴烟灶嘛 是哪个脏气 肺 肺对对对 是不是 肺 叔叔我是胡说的 不一定对 还有最后一个 多食一击 就是特别容易一个 这也是您的症状对吧 就是胃 胃 对 就觉得好像胃活很旺 所以总是容易饿 吃太多也容易饿 好嘞 叔叔您回到中间 您觉得您回答能得多少分 我觉得能得90分吧 90分 好的 给叔叔自信鼓鼓掌 肯定到不了90分 刚才那个王先生呢 说这个小便浑浊是泌尿系统 但是严格讲应该是肾 属于肾的范畴 也就算您对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肖肾 它就会小便多 然后发展到糖尿病 肾病了 它就会出现 小便浑浊 小便泡沫多 就是肾子出了问题了 这是一个算对的 那么第二个呢 是口渴欲饮 你说它算肾吧 也行 因为我们知道 要肾阴虚的时候 它也会口渴 但是呢 我们主要的是 口渴是什么 肺阴虚 肺阴虚就会出现 口干烟灶 口渴欲 包括咳饮不止 实际上都属于肺阴虚的表现 然后呢 就是多食一击 多食一击呢 是我们的胃火比较重 然后出现了这个胃阴虚 就会多食一击 所以这是一个 从上而下发展的过程吗 倒不是说从上到下 那么我们说的糖尿病 糖尿病呢 这个热血呢 它是从胃肠开始的 从中间开始 中间 对 糖尿病肾病呢 它始动因素呢 就是胃肠肌热 然后影响到肺 影响到肾 所以我们也常说呢 就是服热伤阴 穷必急肾 什么叫穷 穷就是尽头 到最后 现在的这种生活水平高了 长期吃这种肥肝厚胃的 会使胃肠肌热 所以就老想吃 就出现了糖尿病了 对吧 然后呢 如果你长期的胃肠肌热 就会上着肺阴 那么你肺阴虚了 就会出现什么 口燥 烟干 口渴 欲饮 而且渴饮不止 就你喝了以后还是渴 所以就是影响了肺阴 那么如果长期的这个 这种胃肠肌热 得不到纠正 那么它除了会上着肺阴呢 它会下急肾水 下急肾水呢 实际上它并不是吸那水 因为你长期的这种热血 我刚才也讲过 它就会损伤你的肾的气阴 那肾气阴受损了 那么你的肾脏的固设 疯藏的功能就会下降了 那么这时候除了小便贫多 对吧 然后还有呢 你的精微外泄 就在出现蛋白尿了 出现蛋白尿就说明什么了 得了糖尿病肾病了 是这样 所以也就是当这个热 还没有伤到肾的时候 我们提早发现它 就可以遏制住 它被那个幕后推手 推向糖尿病肾病的那一步 是的 提前预防了嘛 对对对 就可以让它不得 或者晚得糖肾这个病发症 对 所以提到多早算够早 多早要从你得糖尿病就开始 从你发现糖尿病 对 从发现就开始 那么首先呢是血糖要降下来 然后呢 当然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高血压 高血脂 高尿酸 也一并要把它控制达标 如果你血糖控制很好 你各个指标都很好 就是有一些这些症状 那么就下面我们要讲的 那个三个根 用来减轻你的症状 还能预防糖尿病肾病了 预防糖尿病肾病 这个可怕的病发症 对对对 多早都不算早 是的 尤其是刚才安主任专门强调的是 我们那五大症状再加上舌相 最重要的是有其中的一个 可能我们体内的热血 都已经潜伏很久了 对对对 多早算早 多晚算晚 今天呢安主任专门请来了 因为她的患者谢阿姨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掌声欢迎谢阿姨和小谢阿姨 对 来 带我车 阿姨向后转 阿姨跟我偷偷说眼睛不好 刚做完手术做的什么手术啊 白内障 白内障 也是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 对 谢阿姨今年多大年纪 64吧 64 为什么今天专门把妹妹邀请一起来 是因为关系太好了是吧 不是关系太好了 关系也挺好的 就是自己身体不好 怕受不了 所以请妹妹来陪着您 也给您打打气 顺便照顾您 对 那小谢阿姨今年多大年纪 今年60 60 年纪很相近 您是有高血糖的问题 小谢阿姨呢 我没有 没有 那我们来说说大谢阿姨 糖尿病多少年了 确诊 没有 17 8年了 17 8年了 确诊的时候是因为体检发现 还是因为有了症状发现的 有了症状 老觉得老喝水 老上厕所 三桌一少出现了 完了去到医院检查 那个时候还记得血糖有多高吗 空腹和餐后 那时候是8点多 8点多 那很高了 应该是6点1 20年的10月份吧 好 这次是7月份 要送过去 我们的医生 那么我们的疾病 当时我们的疾病 我们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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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克 肌肝也稍微高一点 132 这说明什么 医生当时跟您讲 他已经确诊糖尿病肾病了 已经确诊了 但是我也看了 看了好多次 也不管用 后来老反复 没有效果 夏阿姨 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症状 因为我们讲说要有热血 所以那些症状您出现了吗 特别特别怕热 怕热就是很容易热 就是咱们冬天的时候 他穿的特别少 你想到4月份的时候 他要穿凉鞋 我就阻止他 4月份就穿凉鞋了 要穿凉鞋 他就特别热 完之后我说不行 你这个就是病躁 我摸摸您的手 不热 不热 正常的咱俩的温度 您比我还凉快一点呢 对 之前怕热的时候 是不是手心脚心 经常容易出汗 无心烦热的 对 都有 听听安主任的分析吧 夏阿姨来的是 因为它倒了4颗蛋白了 那就不是我们刚才说的 微量蛋白了 就进展到糖尿病 大量蛋白了 那么就是糖尿病肾病的 我们要按这个就是中期了 这时候它气阴都受损伤了 同时呢 它还有血淤水饮 因为它肿嘛 水肿也很厉害 一个坑对吧 是妹妹带它 因为妹妹每次都陪着姐姐去 那我们就说水湿 淤血 再加上这个热血 就纠结在一起 那么就形成了这个 我们说的微型蒸甲 那么导致了就是 这个渗弱的损伤 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 通过辨证嘛 我主要也得用大量的黄鳍 还有一会儿说的根类的药 还有呢一些软肩散结的 像憋甲呀 牡蛎呀 虾骨草啊 还有一些沥水的 因为它肿了 是 所以经过这个治疗 这个效果特别好 你现在看 就穿着裤子 腿都细溜细溜的 对 现在它不肿了 它尿胎每次一次比一次少 它也挺开心的 然后其实呢 特别遗憾 如果阿姨早一点 如果说在你得糖尿病 刚得的时候 你就特别重视 把血糖调好 可能会更好 小夏姨 麻烦您拿着话筒 因为姐姐是高血糖的患者 而且您陪伴她 治疗的全过程 所以对您有什么样的提醒 当时看到她那种情况 我就特痛苦 因为我家族就有 我父亲是糖尿病 现在我呢 现在还没有这个 您也会密切地观测 自己的血糖 对 我的饮食都按糖尿病的饮食走 这么多年 真好 真好 那要继续加油 加油 咱们加油 希望您永远不得糖尿病 好 谢谢 希望大谢阿姨 我们就停在这儿了 病发症就到这儿为止了 好不好 我们不要到给医生出难题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去想 我们的命怎么救 要像谢阿姨 甚至像小谢阿姨学 当我们知道 我们有这样的家族事 我有高危因素的时候 我严格地要求自己 我知道我要过好日子 我想吃得好一点 但是我也想 我活得长一点 活得开心一点 对 非常好 您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每次我出门诊 因为我的门诊的病人挺多的 但是我一般要限号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病人来了 我都要多跟他说几句 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 特别是年轻的患者 因为他们生活压力比较大 节奏比较快 他没有时间去关注 这个糖尿病到底会有这么 最导致什么后果 然后所以血糖控制都不好 他觉得糖不养的 对 就觉得七八个 我觉得就挺好了 那肯定不行 尤其年轻人 我们地增上的血糖 一定要降到正常 那么最宽泛也觉得 空腹要在七以内 残后到十以内 那么遇到这个糖尿病患者 我要都要多说几句 一个是他本人 另外呢 我还要问家里人 尤其是孩子 胖不胖啊 血糖高不高啊 像刚刚王叔叔这个 这个年龄的 我就要问问 您的孩子 他们有没有糖尿病啊 有的年轻人 他不定期做体检 那么糖尿病 有很多是很隐稀的 他不一定都有典型的症状 三对一少 那么有很多是体检发现的 或者是他有点什么 口干口渴 他就不在意 以为就是什么上火了 我吃得多了 他就没有想到糖尿病 所以糖尿病呢 就是一个是 如果你有家族史的 一定要自己监测血糖 关注血糖 那么如果得了糖尿病 一定要及早的治疗 而且一定要力争血糖达标 只有这样 你才能避免糖尿病肾病 另外得了糖尿病肾病呢 尤其是早期 微量白蛋白尿期 这个时候 有很多病人是可以逆转的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 还不及及的规范的治疗 那么它就会发展成大量蛋白尿 大量蛋白尿治疗起来难度就大了 那么你长期的大量蛋白尿 就会导致身衰 到了那个阶段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效果 就更不好了 所以一定要早发现 早治疗 积极地切断它的这个进程 进程 对 包括糖前期的患者 包括刚刚确诊糖尿病的患者 只要我们体内有 刚才我们讲到的热血 有这样的症状 就总觉得口干 腌干 想喝水 想多吃 很容易饿 种种的症状 我们可都需要干预了 清热解毒 可是安主任 我有个小疑问 中药才那么多 清热的什么金银花 什么蒲公英 很多很多 为什么您这么看重 这三大根类 它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 是这样 你看刚才说的这个花的 花和草草的 它质地都比较轻 那么它确实有清热作用 但是它除了清热作用 它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养阴 润灶这些作用没有 但我今天说的 这个三类根类的药材 它要么就是生长在水里边 要么就是生长在地下 对吧 根类的 所以它就除了清热以外 它有滋阴润灶的作用 有的药还 有补肾的作用 就打个比方 比如灭火 这个花类的药 就相当于是干笋灭火器 它确实把火扑灭了 但是它下边是留下的是 很干燥的这种烧焦的这些东西 对吧 那么根类的 它就相当于什么森林 喷林灭火 就是浇了很多水 火灭的同时 它可以滋润了什么 大地 就相当于滋阴 对吧 像我说的这三个根类的 它除了清热以外 它可以滋阴润灶 然后可以补肾生津 这样我们的土地 还可以继续发芽 长出新的绿色的 郁郁郁郁郁的大树 所以这三大根类药材 到底是什么呢 既然三大根类药材有各自的特点 我们先来说说一号 顺姜龙 滋阴润灶是他们的通信 那作为一号药材 顺姜龙从名字上就觉得很厉害 它的优势是什么 它长在这个水里 水里 顺姜长 它搬着河边 水边 河边 石昭岸边的浅水 然后它清热 善于清肺胃的气氛的弱 有生经毒藩止渴的作用 然后这个药它还有很多的作用 比如说解毒 解这个河吞鱼的毒 解酒毒 还有酱糖等等的作用 那么它的外形 因为像这个龙脊 所以就叫顺姜龙 我跟你说王叔叔真的很厉害 王叔光看到这个药材 就说对了吧 您告诉大家 这个到底是什么 其实顺姜龙就是颅根 鲜颅根 这个颅根 它主要是这个颅尾的根部 和一部分的颈 它不全是根 用它来入药 然后可以 因为它主要是一个 肝寒 然后它是归肺胃经 所以它的功效就是 清热泄火 生津止渴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 其实刚才我也说了 肺胃这种气氛的热 然后导致了这种口干 反热这种 另外它还有清心除烦 然后还可以这种植肉 熬粒尿 它这个有很多的作用 对 那当然了 如果介绍鲜颅根 不能只是颅根一味熬成水 今天我们的安主任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待茶饮 先说这个一号待茶饮 适合王叔叔 清心除烦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口干烟造的问题吗 对 适合 适合它 对 我们请王叔品尝一下 叔叔您先拿着 尝尝看 这里面从您对药材的了解 除了鲜颅根之外 还有什么 淡淡的 有股什么花的香味 有点清香是吧 对 花的味道 好喝吗 好喝 好喝 这杯都送给您了 一饮而尽吧 好嘞 叔叔说这没有花的清香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 这一号待茶饮 跟顺江龙有关的 叫做 我给它起名叫清脂茶 清脂茶 它就是清热止渴的作用 在门诊中有很多糖尿病患者 或者糖尿病是因为早期 它的这个血糖控制特别好 也不用长期吃中药嘛 我就给他们推荐这种 这种茶 让他平时喝这个清脂茶 那么它的组成呢 是颅根和淡竹叶 淡竹叶 那个淡淡的清香是淡竹叶 对 刚才颅根我们讲了 那么淡竹叶呢 它是归精的 应该是心胃和小肠 所以它可以清心除烦 然后清热除烦这个立小便 它可以比如说 你有这种心火 比较重的时候 它可以小便短翅啊 口舌生疮啊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淡竹叶 那么颅根和淡竹叶一起呢 慢慢它就起到一个清肺胃弱 而且呢 有这个导致这种反咳啊 口舌生疮啊 小便短翅啊 那么这有这些情况 我们都可以让它喝这个茶 那有禁忌吗 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这两个呢 它都属于肝寒的 所以呢 如果是脾胃特别虚寒的 平时吃一点凉的 就容易拉肚子的这种 就不要喝了 但是它总来说 其实要跟我们后面要讲的 它不是特别的凉 大部分人都能喝 都可以 都可以喝 也就是我们确诊了 糖尿病的患者 或者是糖前期的患者 刚才讲到了 体内可能有热血的 任何一大症状 口干烟灶啊 口渴欲饮啊 饮水不止啊 包括总是想吃东西 很容易饿啊 种种的小便赤黄啊 对对 舌红 胎黄啊等等 只要有这其中的一大症状 都可以喝清纸茶 对 颅根15克 淡烛液6克 对对 鲜颅根也可以 对 干颅根也可以 也可以 如果你要鲜颅根呢 量就更大一点 你可以用30克 如果你没有这个体位续寒 可以再量大一点 都没关系 每天都要喝吗 这个如果说你热项比较重呢 你就每天喝当茶喝就可以 如果每天喝烦了 你就隔三乍五地喝就行 如果那个热项特别渴的症状缓解了 你就可以停一停 就可以停一停 对 所以我们现在揭晓了顺姜龙 果然如王叔叔所说 就是颅根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说说 二号药材 瓜楼根了 它的优势是什么 好可爱 长得像个圆圆的小瓜 这个是圆形的 咱们刚才看的是人形的 人形的那是根 瓜楼 这个是果实 我们要用呢 是用它的根根 瓜楼根这个药呢 也是归肺未经 但是和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顺姜龙呢不同 它可以清五脏的预热 有清热泄火 生经止渴的作用 另外它还有消肿排浓的作用 就是比如说外壳一些接种啊 我们也会用到这个瓜楼根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消防队灭火 来做比喻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颅根 也就是顺姜龙 那么它呢 就相当一个 一个消防队 那么它可能只能灭 一个或两个山头的火 对吧 那么这个瓜楼根呢 就相当于一个消防中队 那么它呢 就可以灭几个山头的火 同时灭火 同时灭火 因为这个瓜楼根呢 它可以清五脏的预热 也就是说 它的清热的力度就更大了 那瓜楼根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道具老师 也已经把这位药材拿出来了 平时呢 它是被切成片状的 所以不是我们刚才 在大屏幕上看到 那个大大的根状物 它是片状的 叔叔说 它叫一种什么粉 是的 它就是天花粉 我有个疑问啊 韩燕主任 它是片状的 有点像 比如说茯苓啊 山药 都会被切成这样的影片状 那为什么它叫粉 天花粉呢 是这样啊 这个《本草纲目》中 记载说 瓜楼根 齐根 就是说瓜楼齐根 做粉 洁白如雪 所以就称它为天花粉 洁白如雪嘛 就像这个雪花一样 所以就叫天花粉 那么我们用的时候呢 并不是把它做成粉 还是把它入药 或者是煮水 来这个使用 那今天安主任要给大家推荐的 使用瓜楼根 也就是天花粉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大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 叫做清热护肾 还是黑豆浆啊 对 黑色入肾 对 你看你都懂 这个呢 就是我用天花粉 煮水 煮完水以后呢 我就用300毫升一个人 煮水 煮完水 和黑豆20克 来共同打豆浆 这样喝 这样的话 它可以清热 护肾 我们就知道 黑豆呢 它是有保肾的 有护肾的作用 有养肾的作用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糖尿病肾病 主要是有热血来作祟 那么这个天花粉呢 还有清热 泄火的作用 那比如说我们谢阿姨 适合喝这个吗 这个豆浆呢 大部分我们人都能喝 但是呢 比如说您有这个 肾功能不好了 肾功能衰竭了 我们要限制蛋白 那么你就尽量不要喝了 那么如果您有严重的 高尿酸血症 或痛风的患者呢 也就慎用 另外还有一点 天花粉呢 孕妇不能用 另外呢 像这个天花粉 不能喝乌头类的中药 一起用 比如说川屋啊草屋啊 还有呢 父子啊 不要和这些一起用 明白了 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作为预防 包括小谢阿姨 她作为这个糖尿病 家族史的其中医员 她是可以用它来 体现预防 可以 就是如果你有热相的 你就可以用 所以还是要强调 我们说到体内有热血的那五大症状 对 这是我们说到的二号 对 刮楼根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揭晓 第三号根类药材 叫大当门根 同样来看看 大当门根的植株长什么样 这个叫药材不可貌相 这看上去真的不怎么样 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测评 测评上都是中医骨骑 对于大当门根的记载 给大家简单地念一念 赤松子 食大当门根 齿落根生 细发复出 干食者太原人 服大当门根 在人间三百年 这感觉就是吃了以后 都快成仙了 能够活三百岁 身轻如燕 这是不是有点太神了呢 安主任 这个就是一些传说 就说明我们这个大当门根 它有很好的养身 强身健体的作用 第一条就是豹普子记载的 这个豹普子是近代葛红 他编著的一个典籍 那么他就是说 这个叫杜子威的这个人 扶了这个大当门根 育有140个孩子 而且日行三百里 那么就说明这人身体好 他说的就是身体好 对吧 身体强壮 那么第二个 《猎仙子》里面记载的 就是赤松子食这个大当门根 他这个牙齿掉了 可以再长 头发脱了 可以再生 也是说他有养生的作用 另外那个《神仙传》 也是果红写的 他说太原这个有一个人 他服这个大当门根以后 在人间活了三百年 所以传说 最后就是修真秘质里边 这个修真秘质 是清在一个养生方面的 一个中医的专注 那么他也说 说服了大当门根 服了这个一百天 就会面色红润 虚弱的人也会强壮起来 如果说你服了三百天 就身体特别轻盈 如果你服三年的话 他就可以见不如飞了 所以说这些的都是一些传说 那么就说明了 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养生作用 它可以长生 它可以轻身 还可以主要是什么呀 还有养肾的作用 用那个《本草纲目》的记载 就是大概可以什么 轻身易受延年 是 那安主任 如果还用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灭火队 自灵灭火来比喻 大当门根 它的作用是 因为这个大当门根 它有滋阴 这个滋阴就可滋肺阴 也可以滋肾阴 当这个热血 伤及到肾脏的时候 用到它滋阴降火 如果还用这个灭火来比喻的话 那么就是它灭火以后 它还会撒上种子 使这个新的这个小树苗长出来 所以不仅仅灭火 还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焕发生机 因为此时此刻 我就开始研究 这个大当门根 和刚才那摆着的 怎么不太一样 这变得透明了 偏黄色 是这样 这个药子在炮制的过程中 它把一些这个根须 那些须都去掉 去掉以后洗干净 然后它要煮 用开水煮或者是蒸 把这个药的蒸熟了 那趁热的时候 把这皮去掉 剩下那个芯去晒干 所以它就是半透明的 是这样的 它到底叫什么呢 天东 就是天门东 对 天东又叫天门东 那您在临床上用药 会用到它 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也来看看 安主任给大家推荐的 天东黄旗老鸭汤 这个天东呢 除了滋阴润造 还有清肺神经 还有这个补肾的作用 所以它主要用于肺阴虚和肾阴虚 糖尿病 肾病的患者 一般的就是热项比较重的时候 那么我就会用上天东 当然了 除了它 我们可能还用一些什么 肾地 悬肾等等 来滋阴 轻弱 补肾 补肾阴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养生的 叫养生汤吧 那么这就是天东黄旗老鸭汤 因为这个鸭肉呢 它干寒 然后它也有互胃养胃的作用 它是不生热 不生燥的 非常好 那我们来看看 天东15克 生黄旗15克 鸭肉250克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生黄旗 对 生黄旗 比起质黄旗来的样子 它就不是那么燥 所以我们像这种 有阴虚 有内热的 我们就用生黄旗 您一定很会做饭 教教大家这个老鸭汤 怎么来操作 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是把这个鸭肉 给它洗干净 我这一点要强调一点 一定要去皮 把皮去掉以后 它的油脂就去掉了 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 就建议低盐 低脂这些饮食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要点点滴滴都要注意 鸭肉250克 洗净 然后去皮 用水给它焯一遍 然后把天冬和黄旗 也用水洗一下 然后这三样 共同放在砂锅里 炖一个小时 可以加几片生姜 快出锅的时候 少许的盐 这样的话吃肉和汤 可以起到一个 滋阴补虚的作用 多久喝一次 喜欢吃了一周吃一两次 都没有关系 有禁忌吗 这里边其实没有什么禁忌 因为它不是那么寒凉 也不是那么燥 但是有一点它是肉汤 所以这种高尿酸血症 痛风的人就尽量不要吃 明白了 因为其实我们介绍的三大根类 帮助我们预防糖肾 最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一定要辨证 看看我们的糖尿病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体内因为有热血 而引起我们的血糖波动 引起我们会出现 进一步的并发症 那接下来呢 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 就在我们的养生厨房 夏季梁芳花礼旬 今天这花是什么呢 在一个名菜叫木须肉里面 您再跟我们说一说 给大家一点点提示 对啊 你刚才说了 它这木须肉里它这个食材 带有花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它跟柴壶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 我们知道柴壶很常用嘛 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啊 发烧的时候啊 它有一个清热的功效 另外还有柴壶 有一个疏干解育的功效 就是它特别好的功效 但是柴壶它有一个弱点 它有点燥 所以你如果柴壶量大的话 它会伤筋伤血 这花呢它能够增加那个柴壶 这个疏干解育的功效 让你心情变好 第二 它还能够减缓柴壶这个造型 通过补血 让那干血得以保护 这样的话呢 既输了干又养了血 没错 就是它了 长得呢有点像绿色的小辣椒 然后也有点像百合的那个花锅道 还没开的样子 现在很多菜市场啊 已经有卖它的了 新鲜的黄花菜 对了 黄花菜其实有很多吃法 今天咱们做的这个是 黄花菜配粉蒸肉 粉蒸肉因为它就是五花肉比较多嘛 一般吃呢就是比较 就是吃多了会油腻一点 对 这个黄花菜呢 它不光能吸收这个猪肉这个油质 清脆感 还解力的功效 知道有很多传统的老馆子啊 那粉蒸肉那粉都是有秘方的 是 自己做不出那味儿 自己我试过去买啊 要不就是香料味儿特别重 要不就是不够香 所以粉蒸肉的粉很有讲究 您今天这粉蒸肉有什么不一样吗 然后今天咱们做这个呢 就是是我吃了很多年的 是我奶奶他们经常会做的一道菜 我们选这个米就和我们讲究 就是我们普通的家里面 有的大米就可以 不用那种专门去买一种 什么姜米糯米不需要 家里米就可以能达到那个效果 然后这个料呢 其实咱们也比较常见 就家常呢 就是比如说花椒啊 八角啊 还有这个桂皮啊 都少许 这个呢 其实根据我们这个家人自己的口味 去定这个量就行了 因为在外面买的 有的要么就是辣的 对吧 有的辣的要么就是这个料味儿太重 它为了增香料味儿太重 对 我们吃一嘴里全是料味儿 所以就是没有这个米香味儿了 所以今天咱们教大家做一个 比较常见 而且比较 原材料家里比较常见的一道菜 家常版的 家常版的 奶奶的味道 奶奶的这个粉蒸肉 是 这个米呢 是之前我洗过的 洗过然后晾干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花椒啊 然后这个八角啊 加进来 这个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 可以少加一点 比如说你五百克的米 花椒八角跟桂皮 一样加个五克 加个五克差不多就够了 就不会太重 八角差不多是三颗 然后桂皮一小段 对 然后花椒也就是一小时 差不多对 差不多一小时 锅会比较热一些下面 然后就要勤翻 要么下面就会糊掉 就我们把这个米要炒那种 金黄色那种感觉 您今天啊炒这个粉 我觉得非常有特点的地方 就是您选择了普通的大米 是 不是糯米 不是粘米 没错 没错 但是普通的大米 能出那个效果吗 糯米的优点是什么呢 它会蒸完之后 它有点透亮的感觉 透亮然后比较糯糯的 但是呢 其实咱们吃惯了这种 北方这种米之后呢 其实我们要那个米的口感 然后不用那么那么的糯 咱们做这个呢 叫比较松散 然后就纯香的那种感觉 随着炒啊 它里面的米就 一点点变金黄了 而且这个八角啊 花椒这个香味也就出来了 对 调料的香味已经 慢慢地融入米里面了 您先炒着啊 一直想问来着 我们今天张主任 又给大家带茶饮了吧 对 看您泡了个茶 我给它起个名 叫快乐水 它不光颜色是赏心悦目的 它里边的功效啊 有很好的一个 舒干解育的功效 如果我们干气舒畅的话 整个气血都运行得好 对吧 然后脾胃的功能也会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还有能很好的一个 安神的功效 所以干气通畅 是我们一个人体健康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里面都有什么呢 一会儿慢慢来揭晓了 太香了 我都忍不住想咽口水 差不多炒二十分钟了 你这个颜色 这个米基本上都会有 焦化这种感觉 这吃起来打完之后 就是整得非常非常地香 对 这时候咱们就可以把它 装在咱们这个料理机里面 给它打碎 这个打碎 所以我们要把调料挑出来吗 不用 整个一块打 它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没有几克的一个粉 然后就是把这个盖子给它扣上 然后咱直接 选个打粉的一个功能 好 咱们这个是差不多打了一分钟 一分钟就行了 大概是这个状态 好 不用太碎 有点颗粒感没关系 好 要把它倒出来 好香啊 就是一打开盖就扑鼻的香 然后米香味 爆米花生香味 还有那种五香料的香味 扑鼻而来 对 特别浓 还得是自己在家打 还得是自己做 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粉也做完了 然后咱们把这个肉 咱们要将这个肉 就是已经煎好了提前 这个很简单 就是放点生抽老抽 然后放点蚝油 放点盐 给它底味都行 然后给它腌一下就可以 尽量给它腌个20分钟 20分钟就让那个盐味 这个料味直接进去之后 咱再裹这个 就比较简单了 这时候咱们可以 把这个粉加进来 这个时候抓了粉 我觉得粉是不是可以多搁 对 多搁可以 我觉得你把那粉 比那肉好吃 会 因为太香了 对 很香 对这个粉就是 我觉得就是直接大口地吃 或者是拌什么吃 应该都很好吃 它能吸入那肉的那汤汁 然后就特别好 对 对 好 咱们这个做点水 把咱们这个黄花菜 要不穿一下 焯是非常好的一个步骤 因为鲜黄花菜 一定不能生吃 一定不能生吃 它是有毒的 所以焯过之后 毒讯就会大解 但是也注意 好吃也不能量多 一般来讲 我们一个人一天 也就不能超过50克 一般也就是这么打黄花菜 十五六根就行了 别多了 这一个人的量 所以第一一定要超熟 第二不能量大 好 我们在水里加点油 做好菜用好油 今天我们做菜用油 是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高油酸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是我们亚生堂 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这个时候咱们把这个肉 整个一片一片放到这个碗里 这个碗好像很有意思 对 因为最后要扣出来 那个形状很漂亮 很漂亮 就是让它尽量是规整一点 我以为是圆着 就是地面 我也以为是圆着 对 圆着白的 其实它是竖着白的 竖着白就行 然后最后咱们把这个红花菜 放在上面 安神草 旺幽草 铺一层 我们把它放进去 然后蒸 蒸多久 一般40分钟到1小时 把这个肉才能蒸得软烂 好吃的粉蒸肉 那我们先蒸上了 请问一下张主任 您给我们带来的那壶茶里面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宝贝 说起书冠解鱼 我们用泡茶 最常用的是什么 就是玫瑰花 对吧 有很好的书冠解鱼的功效 另外我们加了今天这个黄花菜 是鲜的 一定注意您这个泡之前 先搁开水 把这黄花菜给它焯一下 然后再放在壶里 那开水一泡就可以了 里面还放了一个甘草 第一 甘草能够有一定的甜味 它是那种天然的甜味 能够增加我们这壶茶的口感 第二 甘草一个健脾味的功效 有时候干不好的呢 就不想吃饭 然后脾味就虚弱 所以我们用一点甘草 来调和这个口感 还能够增加健脾的功效 剂量呢您记住了 五克玫瑰花 五克这鲜黄花菜 三克的甘草就可以了 有禁忌吗 那当然还是有禁忌的 比如它是种 比如这种甘于气质的人喝 比如这种甘火棒的人 看谁都冒火的人 你就别喝 那是另外一个方计 不用这个 好 咱们这个菜差不多了 可以出锅了 今天我们的夏季 凉方花里行的花的主节呢 是黄花菜 您别光想着 这黄花菜做木须肉了 还可以做我们今天的粉蒸肉 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